Hello,大家好,就说一下,嗯,前有狼后有虎,嗯,其实生活就是这么危险的,你一个,一个念头稍一差尺,那相去甚远,一个善念,一个恶念,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。 那么善,善缘逆缘,顺境和逆境,那都,嗯,都是来考验我们的,千万不要把顺境当做安乐窝,把顺境当做奖励,把逆境当做惩罚,然后就沮丧,不是这样,都是我们的好老师,都是来考验我们的。 那你,你往严重了说的时候呢,那就是前狼后虎,都是大威胁。 那你往好了说呢,其实意思是一样的,往好了说就是都是我们的老师,都在考验我们。 在顺境的时候呢,绝对不能够贪恋,贪恋的时候呢,你注定留不住,那你伤心的是自己,你何苦让自己去经历那种东西。 更何况,嗯,顺境是消你的善业。 很多东西呢,嗯,确实是你赚来的,你得到的。 所以因为你赚了,所以你得了呀,因为你得了,所以你赚的那些东西就抵消了呀。 所以你也知道,你得的时候呢,你注定是消耗你已经付出的东西,或者是你之前做的。 所以聪明的人呢,顺境,不贪恋,逆境也不沮丧。 因为逆境呢,是抵消我们过去做的不好。 这是好事还来不及。 但是在,处在那种特性的环境里,人很难保持说,我,我不去高兴,或者我不去沮丧,啊,我怎么办呢? 我其实在这方面做的不好,可是呢,有一点我做了,就是,我还是坚持做早晚课。 就是,不管今天呢,嗯,其实确实是的,之前呢,有碰到非常非常善的。 善境的事情,你有碰到一些逆境,那就早晚拜佛呀,那就做早晚课呀,早晚反省自己,早晚呢,提醒自己,纯净纯善。 你用这种规律性的提醒呢,是对自己是非常有效的控制。 那么,还有第二点呢,让自己时时时刻刻的想法,尽量是保证在纯净和纯善。 嗯,比如说你有什么东西,在你认为是纯净纯善的,那你就去想它。 就是,把一些烦恼呢,扶住。 那么还有一点呢,就是,比如说我是修念佛法的,那纯净纯善的是什么呢? 是阿弥陀佛。 它不代表一个人,它只代表一个纯净纯善的东西。 那你去想它,但就不会想别的。 所以主要是为了不让你想别的的同时呢,还能够走在正路上,那就想阿弥陀佛。 所以我就在锻炼这个,让自己呢,能够尽量多的,最后能够达到一直去想它,那就是非常非常好。 加油!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